第29题,如图甲乙两人在同一水平面上溜冰 而且乙在甲的正东方200公尺处 这200公尺,两人相距200 乙之甲乙分别以东偏北70度 以及西偏北60度的方向直线滑行 而后刚好相遇 因此停止滑行 也就是说,碰到面相遇了之后,就停止滑行 关于两人滑行距离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好,这个题目呢,关键点就在于说 我们先把他们滑行到相遇这个直线把它画出来 好,我们假设呢,他们相遇的位置呢 相遇的位置叫做这个并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刚好是一个三角形 这里70度,甲的角度这里70 乙的角度这边60,那丙的角度这里呢 180-60-70等于50度 所以丙这个角度50度 好,那我们这一题 第一个关键是把它延长变成一个三角形 第一个,延长成为三角形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呢,利用同一个三角形内 大角对大边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三角形甲乙丙里面的70度最大 大角对的边最大 60度第二,所以甲乙的距离是第二 50度最小,所以200公尺是最小 也就是说呢,这个 以滑行的距离 和丙滑行的距离都大于200公尺 而且因为这个 甲的角度70度 它对面的边就是以滑行的距离最长 A选项,以滑行距离较长 没错 因为大角对的边最大 B选项,两人滑行距离一样不一样 以滑行的距离会比甲还要长一点 第三个 甲乙滑行距离到底哪一个会小于900吗? 会小于200公尺吗? 不会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200公尺是最小的 所以甲滑行的距离会大于200 以滑行的距离也会大于200 CD两个选项都是错的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就选A这个选项